一番爱的试探 一句爱的承诺 彼此的心房大受鼓舞 满是幸福 那是翠花走出爱情阴影的第一次 主动出击 那个漂亮的摄影师 瞬间进入了翠花的心房 作为朋友的见面里 两人第一次交换了名片 而她也主动约翠花 走进自己的生活 小小的摄影棚里 翠花看到的没有其他 只有这个女人无穷的性格魅力 那般近的距离 那般自由的暧昧 让两人之间的关系 突飞猛进 斩钉截铁 此刻 语言成了最没有力量的方式 两人的眼神 早已深陷 匆匆六月 两人也从普通朋友发展成 相处一世的亲密情侣 那段时光 成了翠花最享受 最真实 最在意的 因为 这个命中注定的女孩 翠花终于遇到了 但翠花的生活 仿佛掉进了一个魔咒 一个刚刚好转 就要经历挫折的悲哀现实 平日里 翠花万分享受 跟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仿佛没有挫折 没有痛苦 唯有一份来之不易的美好爱情 但是 那一夜 这一切发生了巨变 那天 翠花参加好友的生日派对 当所有人 都兴致勃勃地庆祝之时 她竟然出现在此地 跟自己熟悉的女友 相拥爱美 那一刻 经历过很多次挫折的翠花 再一次 无法面对 昨夜还跟自己 你情我浓的女孩 如今却成了别人怀里的挚爱 翠花需要一个解释 一个赤裸裸的答案 这份爱 这份不知结果的爱情 忽然之间 没了方向 那晚 翠花找到她 疯了一半 可她的嘴中 一句句 我真的爱你 真的需要你 此刻显得特别的恶心 她发誓要跟那个女人分开 永远跟翠花在一起 但这句空洞的誓言 在下一秒 就被赤裸裸地揭穿 回想昔日的美好 真情的凝望 所有的记忆 此刻全部成了累赘 爱 真的好艰难